北京时间1月5日消息 根据世界田联官方公布的 最新一期田径运动员积分排名数据 亚洲第一飞人苏炳天表现出色 以1325分排名白米第8位 新科奥运会冠军雅各布斯 因为提前结束了赛季比赛 目前仅以1423分排名第4位 榜首是今年转型大获成功的名将科尔利 他目前以1457分排名第一位 苏炳天目前积分为1325分 他积分最高的5次比赛分别为 东京奥运会100米决赛9秒98第6名 东京奥运会100米半决赛9秒83第1名 绍兴国家锦标赛9秒98第1 西安全运会9秒95第1名 赵青大奖赛9秒98第1 积分分别为1428分 1406分 1313分 1249分 1233分 苏炳天2021年的表现堪称神迹 一个赛季5次打开10秒大关 职业生涯百米破10秒 总次数达到了10次 在亚洲百米历史上 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今年苏炳天参加了13场百米比赛 其中10次都获得了胜利 东京奥运会百米半决赛9秒83更是突破了 黄种人的速度极限 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黄种人难以突破 9秒90大关 现在的苏炳天已经成为田径史上 可以跟飞人流降媲美的田径巨星了 第7名是美国名将布雷西1338分 他今年遗憾没有在美景赛中发挥出色 无缘东京奥运会 但他今年三次跑出9秒90以内的成绩 更是在美景赛之后创造了9秒85 -0.4ms的成绩 实力惊人 明年将会是美景赛决赛 甚至是前三的热门人选 第6名是名将布罗梅尔1402分 布罗梅尔可能是今年最适宜的百米选手了 之前经历多年伤病 好不容易重回巅峰 奥运会之前跑出了9秒77 9秒80的成绩 以最大夺冠热门的身份参加奥运会 结果状态低迷 仅在半决赛中跑出10秒00的成绩 只不半决赛 成为今年东京奥运会最大冷门之一 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不行了的时候 他又在赛季末跑出了9秒76的成绩 粉碎了所有的质疑 证明了他依然是2022年游京市锦赛 最值得期待的选手之一 第5名是南非名将西比尼1405分 他今年跑出了9秒84的成绩 创造了新的非洲记录 但在奥运会决赛中 以9秒93的成绩获得第4名 再一次错过领奖台 第4名就是新科奥运会白米冠军 雅各布斯1423分 他今年在白米赛场大放异彩 四次打破意大利白米国家记录 两次打破欧洲白米记录 9秒80的奥运会夺冠成绩 也在奥运史上排名第三位 但他在奥运会结束后 就提前结束了赛季比赛 影响了他的积分排名 第三名是美国名将罗尼贝克 1425分 他本赛季表现不俗 美景赛9秒85创造PB 攻进奥运会百米半决赛 9秒83追上苏炳天 但决赛9秒95只获得了第5名 有些遗憾 第二名是加拿大名将格格拉斯 1432分 他今年在奥运会百米决赛 以9秒89的成绩在破PB 也在夺一枚同台 职业生涯已经获得了 两枚奥运会百米同台 两枚是锦赛百米同台 历史地位不断提升 当下排名第一位的 是美国名将科尔利 他今年从400米转型100米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个赛季14跑进10秒大关 奥运会百米决赛9秒84掌获迎台 如今在田连官方排名第一位 足以证明他转型决定的正确性